所以 早餐來... 你嘆氣是什麼意思 對啊 你嘆得有點大聲耶 都是你在吃早餐的 哪有啊 你拜託 所以是你在吃早餐餐 老婆吃麵了 怎麼這麼大一碗 我剛剛只跟妳講 我要吃一兩口 妳跟我說好笑喔 妳都好像喔 對啊 妳的 這麼大一碗之後 她常常會錯我的意思 妳幫她煮麵了 對啊 譬如說她那天說 她想吃一個泡麵 然後其實我已經吃飽了 然後她就說 那妳要不要陪我吃一下 我說OK啊 好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只想吃一點點 我說我只想吃一點點 兩口 就要給我煮一大碗 就你們一人一碗嗎 正常的碗好不好 什麼一大碗 你就是煮兩碗泡麵的量喔 可是我只想吃一兩口 可是她怎麼能夠控出一兩口 泡麵就一包就是一包啊 對 可是我只想陪她吃 所以我只想吃她的那一碗 她就不要分兩口給妳啊 她就不要吃一碗 所以妳是覺得說 捨不得分她那兩口是不是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想說 還是弄一個正常的 一個分量給她 而且她常常在抱怨自己 沒有奶水 我想是不是應該多吃一點 會比較... 靠泡麵來提供奶水 她也是泡麵 她的食物就多吃一點嘛 不管是什麼 因為她的吃東西的那個 太不定時了 我的目的只是想陪她吃 所以當妳說 我只要吃一兩口的時候 她臉色有改變嗎 沒有 她就煮她的 那妳講完那句話 她已經煮好了 她有沒有發脾氣 沒有啊 因為我說 妳怎麼那麼多 我吃不完耶 妳是這樣嗎 對啊 妳的表情就是我剛剛那樣 怎樣 笑著講 但是是抱怨的 我不是跟妳講 我只要吃一兩口 這樣 那妳當下是不是火冒三丈 沒有 我寄OS 這算雞毛蒜皮的事 我們家有很多雞毛蒜皮啊 比如說我有時候回來 我說我要吃飯 我吃飯 她就幫我弄 然後我上去洗個澡下來 她幫我煮水餃 對 煮了水餃之後 我說大蒜呢 沒有大蒜 沒有大蒜 那妳煮什麼水餃 我說沒有大蒜 我怎麼吃啊 妳這樣子啊 妳講話 妳真的這樣講啊 對啊 我說沒有大蒜 我怎麼吃水餃 沒有大蒜 為什麼不可以吃水餃 妳吃水餃 你一定要吃大蒜 誰說的是香腸吧 香腸才可以大蒜的 沒有 水餃 隨便什麼都不一定要吃大蒜啊 我老婆就不高興啊 那沒有大蒜就不可以煮水餃 對啊 你沒有大蒜 你煮什麼水餃 那沒有大蒜應該吃什麼 吃麵啊 吃飯啊 就沒有麵啊 所以請問妳太太... 妳太太算很有修養耶 妳這邊這樣講 她也沒有跟你吵架喔 沒有 其實她在我們家很委屈啦 我十幾歲認識她的時候 我十八歲滿 我帶她回家 然後我父親看到她第三次就說 妳十八歲就帶她回家 所以你們十六歲就認得嗎 十七歲認識 我們小時候就認識她太太了 對 所以你不會是她的初戀吧 就初戀啊 對 初戀就結婚了 過那時候她三十年了 她常常就跪在地上擦地啊幹嘛 她老婆很厲害 還能幹 很認分的 所以你像剛剛老婆 演幾次離家出手的戲 是合理的吧 對啊 初戀情人就載給她耶 而且那一次喔 那一次驚動了我們全部家族 她那天母親節天天晚上 失蹤不見 因為我沒給她準備東西 我都心思就放在我媽身上 忘記她 你看看 什麼東西 妳想想看是不是 都是母親嗎 丈夫要給已經有小孩的太太 準備禮物是嗎 要啊 是不是小孩子準備 是小孩準備還是我準備 老公啊 老公... 他幫你生小孩 老公有自己的媽媽要處理啊 都要準備啊 都要啊 你以為是什麼 後來他就不告而別 他明明叫母親節不是嗎 可是他當孩子的媽耶 對啊 那就是孩子自己管 孩子還小啊 是不是有正義 這問題是不是有正義 我覺得每個孩子管 每個人自己的媽都好 可是孩子還小 我們這些禽獸 我覺得你送的禮物會怎樣 對啊 不買一份 忽略了她之後就有離家出走 其實她離家就只有一個地方 就娘家 所以等於是... 等於是母親節 妳太太不但沒有禮物 而且是在盛怒中 一個人悶在娘家度過的 好淒涼喔 然後妳還陪媽媽吃飯 對啊 那天中午大家都到了啊 怎麼誰會沒來 就這樣子 那天那次有一點要... 我覺得妳處理得亂七八糟耶 對 她根本沒有處理 她根本沒有處理吧 她是亂為她發生啊 對啊 她根本 她就是讓她走到哪兒算了 好嗎 是不是 我想她老婆回到家 要怎麼把這個戲做Ending啊 沒有 還是我去請她呢 我去求她 就這一次兩次而已 就兩次 那還好 就兩次啊 秀琴幾次 很難算了吧 妳也不少了 所以妳有地方去嗎 整理好箱子以後 其實有幾個名單 有幾個姐妹 然後突然他們有的都... 有男朋友或有結婚 就也不方便去 去過Vicky家嗎 是沒有 因為他們家真的滿遠的 在桃園 他來我家都可以坐車 沒花蓮的吧 我真的離家出去了 我就是去隨便一間飯店這樣 當放假嘛 對啊 不行 我是不行 我家裡還有小朋友要站 連找都沒找顧 因為我心裡想 他一定是去找姐妹套 結果那次反而他沒有去 你不需要查證一下 你不擔心嗎 他這麼大的人應該沒事吧 他完全沒有 他不會到深山裡面 去躲起來對不對 這就是讓我心寒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 完全就是莫不關心 妳生氣我也在生氣耶 對不對 所以Vicky 妳曾經脫口而出幾次說 我們離婚算 我心裡的OS 離婚這兩個字有兩次 一次就是電話那一次 再來就是去年就是... 前年 等於是前年 什麼事 簡訊那一次嗎 就是感情有陷入第一場 妳第一次無處去 就帶女兒回家了 第二次妳就找到地方了 對 我就沒有... 我就趁小孩都... 把小孩弄稅之後 我就一個人 我確定有信用卡 有存款裡面有錢 然後有車子 有預謀啦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行李 我連行李都沒帶 沒有行李 那妳過夜的衣服呢 在買就好了啊 對啊 可是妳那一次走 是抱著說我還是會回家 還是說妳就真的覺得 可以不要回家 我還是會回家 但是我就是... 當晚我就氣不過 我就不想再跟你 在同一個空間當中 我想要走 所以當妳在上進行的時候 她不在房子裡 沒有 她在四樓 她在她的空間裡 然後她都習慣性 她就是... 這也是我覺得 受不了她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給她空間很大 然後因為她每天時間一到 她就說我上樓囉 她就已經成為她的一個習慣了 她上樓就不要再吵她了 就是她可能去看她的DVD 或者是她做她的事情 那妳不可以上去撒嬌嗎 可以啊 曾經幾次後來 她就可能會覺得我很煩 有趕妳走嗎 沒有 但是她會覺得說 她的意思是說 她不想要聽我講這些事 妳跟她講些什麼 八卦 講些什麼 對啊 妳在看...妳在看DVD 對 然後她竟然講些說說 我再看一部電影 甚至有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看一部電影 我們來看這一部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就看 就專精看嗎 看以後她開始講八卦 我今天去錄影啊 想跟講怎樣啊 什麼...那個多少錢啊 為什麼不好好看電影呢 對啊 可是我就想聊天 電影不是給妳這樣看的耶 可是電影也可以重看啊 不是 不是 妳如果看《星際效應》 妳這樣看不懂我跟妳講 不是 因為DVD 妳可以重複放啊 她時間很有限 很...那個妳知道嗎 我也是一樣 要不然就是好 她跟我一起看 很打擾 太扯了啦 繼續扯啊 太扯了啦 只能看 電影嘛 所以妳要她安靜的 跟妳一起觀看是不是 對啊 一起看電影就可以聊心 聊的事情 就是放著電視這樣邊聊天 因為妳如果說 我們現在來聊天吧 就會真的突然沒話題 對 突然有一個話題就會就一直... 就突然好像要講一個什麼 一定要好好的看DVD 可是要聊天 對 好忙喔 DVD只是一個你知道背景 背景 就是有一個聲音 不是 她主題意 要當背景 可以拿新聞節目當背景 對 Vicky生氣又壯奶 行人無辜受招押 我說妳在哪裡 她說我在高速公司上 我就過來了 我說 是不是我一個人送多少的蛋糕出去 然後我已經送了很多地方 然後我又葬買 我又沒地方擠奶 我整個人就是 整個是葬的 妳送蛋糕的時候是 她們說蛋糕很濕 她們說蛋糕很濕 她們就被噴到 我現在手裡 就直接帶來 好可怕